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一次将会展开一场精美的中式的雕刻品陶瓷同气的这样的一场拍卖会 那今天这个888拍卖行的工作人员钱佳玲就又带了一些此次我们这个拍卖当中的一些藏品 让大家一度为快 欢迎您 主持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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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中式的雕刻品呢 今天我们带过来四件东西 然后呢有一件是玉雕 然后有一个是瓷器的 还有一个是铜器 还有一个是两个锦太郎的花瓶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哪一个呢 首先说一下我们这次的217号 它是一个清乾隆的八真茂念之宝 一个蛟龙钮的和田清玉玺 哇 这个名字好长啊 对 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八真茂念之宝 先说一下这个印喜的名文就是刚才说的八真茂念之宝呢 是1790年也就是乾隆55年 乾隆皇帝为了纪念他自己在位55年 并庆祝他八十寿城而特别制作的这么一个印喜 那么八真是什么意思 八真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列子所称的 故为得桑哀乐生死 这个寒阔了人生这一切的这么一个代词 然后呢茂念之宝就是茂念就是就是因为乾隆那时候八十岁寿城嘛 所以就是大概是纪念他这个寿城这样的一个一方喜 嗯 好那么现在呢我所展示的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八真茂念之宝这样的一个喜 对 他是能能大致能看到他其实是有雕刻的 对 如果对这样就比较能看到 嗯 然后如果看想看得更仔细的话 我们网站上都有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八真茂念之宝呢 他就是这样这个内容的玉玺呢一共有37个 嗯 然后每一个都是乾隆亲立亲为的 嗯 然后比较大的这些八真茂念之宝的玉玺经常就是陈设在宫殿当中 嗯 然后比较小的呢就会用来 来盖作 盖成就是用于书画作品吧 就是他的一些书画作品上面最后盖一个印这样子 嗯 这是用途 是 那么刚刚你有介绍到他的这个材料 对 它是一个新疆和田清玉 嗯 这么一个材料做的 对 然后它的雕工也是特别精细的 上面雕的是一个蛟龙钮 嗯 然后底下旁边四周都是有有刻字啊 然后还有一些印章在上面 对 那么它的雕工呢我可以从近距离看到 嗯 这个是在99号是一个宋代的官窑 就是单色钮 不过嗯 由于那个雕钮的 内含化学成分不同 所以它烧出来颜色就不一样 像这个的话就像有一点 对 白钮 泛黄吧 这边有些黑钮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看到 同一时期的会有青的红的黄的 就各种颜色的单色钮吧 嗯 然后但是虽然颜色很单一 但是它也有一种简单美 是 可以这么说 嗯 然后在唐代以前的话 中国的那些瓷器都是以单色钮比较为主 嗯 然后其实它可能现代人的审美 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因为觉得它可能没有太多色彩 对 但是它还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对 反而我觉得因为它是笔戏嘛 是用于在这个书房里面 就是写一些毛笔字啊 对 那我想应该是书房的这种氛围 还有这种感觉就应该是比较简单 比较纯粹的 比较素雅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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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让人很容易能沉浸下来 然后开始自己的一些文学上的创作 是 是 是 相反如果太绚丽的话 可能会影响心情啊之类的 嗯 就不好 没错 没错 你说得非常的对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比起选择是这种单色钮的原因 我想 嗯 对 而且其实它色彩单一 其实对它烧制的工艺上会要求更高 是 是 是 简单的东西 往往它的这个工艺制造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对 因为如果一旦它有瑕疵的话 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 而不能用图案把它遮住啊 是 对 所以对它工艺要求也很高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鼻息 那我们的这个单色钮的这个鼻息 它的估价是多少呢 嗯 这件我们估价是一万到两万 哦 也不便宜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房品的话 它宋代的官邀下面会有一个款 就比如说它会写一个官字的款 嗯 但是其实如果是正品的话 是没有这个款的 嗯 对 大家可以就是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个鉴别吧 嗯嗯嗯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样的这个展品 嗯 下一件呢 是我们这次的461号 是我们的一个铜溜金释迦牟尼的佛做项 嗯 那么这件做项呢 特别想提一下的呢 就是北京的华城拍卖有限公司 在2014年5月17号的春季拍卖会呢 是以28万7500人民币的金额成交 它有这么一个成交记录以前 嗯 那么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佛的整个一个造型 它呢 上面头顶是盘着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是一个发际吧 嗯 然后呢也是因为佛都比较慈眉善目 是 都很祥和的那种 然后双目是微就是微微张开 嗯 然后面向很平和 然后穿着佛衣 双手的话一个手是这样子 无位影一个手是搭在膝上 嗯 然后这个风格的话 其实是继承了宋代的一个佛教造像的一个特色吧 然后又又显得很威严 嗯 嗯 虽然可能说它的溜筋有一些脱落吧 因为真的是还蛮久的 对 比较久 但是它从整个的一个造型 然后还有就是它还挺重的 它有十千克 哇 嗯 对 然后就是还有它的就是整个的 嗯 雕刻的技术方面的话 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件藏品 嗯嗯嗯 那么这个对于它的这个估价来说呢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收藏价值体现在哪里 嗯 其实首先的话 它是一个 嗯 一个元代的一个佛像 嗯 然后就是年代在那里 还有一个呢 其实佛像的话 嗯 就是它这个形还是大的嘛 嗯 还是蛮少见的 嗯 还有它的雕工啊 然后它的整个造型上面 我觉得都都可以作为一个收藏的选择 而且一般收藏佛像的人都是比较信佛的 是是是 对 然后摆在家里的话也是心中的一份 嗯 怎么说的信仰吧 是 嗯 那么对于这个佛像它的估价呢 我相信应该不会非常的便宜 因为它有10千克对不对 对 然后这件我们给的估价真的蛮高的 有15万到30万 嗯 对 非常这个重金的哈 一尊佛像 对 嗯 那么如果说要想要了解这个 我们这个佛像的详情的话 也是可以上到网上去查看这个细节图的 嗯 对 或者是 真的是前往一会儿我们呢 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pre-show的时间 以及拍卖会的时间 希望大家留意 嗯 好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是我们这次的463号 它是景泰兰的花瓶一对 然后它底下的款是宣德款 然后它两个花瓶都还蛮高的 它高有60厘米 哇 然后宽是23厘米 然后每个的重量就是5000克 嗯 然后景泰兰呢 其实大家 嗯 是 应该都都有所了解 它是一个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品吧 嗯 它先是用铜做了一个胎体 然后用软的铜丝掐上去 把那些 嗯 花纹掐出来 嗯 然后再填上那些 瓷的釉 再进行烧制这么一种工艺 哇 其实还是很复杂 对对对 听你讲了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工艺还是相当的复杂的 有非常多的步骤 对 才能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泰兰的品质 而且这两个景泰兰很大 嗯 对 它气型也很大 就对它的工艺上面要求就更高 然后虽然就是虽然它就是有一点也有一点点褪色吧 嗯 这是因为它就是宣德还是明代还蛮久远的 嗯嗯 然后图案上面 呃 也画的挺 就是很复杂 很多图案不是说很单一 对对对 同时它的色彩也是非常的鲜艳的 买在家里面的也是非常的典雅和高贵的 嗯 对 然后其实景泰兰 为什么叫它景泰兰是因为它就是经常用蓝色就是做底诱 嗯 所以就是得得到了这么一个别名叫景泰兰 嗯 其实它正名叫做叫做铜胎掐丝法郎 就是铜做的胎 嗯 掐上的丝 然后填上的法郎彩 哇 所以就是得到这么一个名字 嗯 我们的这一对这个景泰兰 它的这个蓝也不是特别的多哈 嗯 我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瓶口的这一端 瓶口这个身上有一些 对对对 嗯 但是总体来看是非常的舒服的 嗯 嗯 非常的清清淡雅 同时也是透着一种高贵在里面 对 它跟绿色啊白色啊又搭起来都挺好看的 是是是 嗯 那么这一对景泰兰的瓶子我们的估价呢 嗯 这件我们的估价是六千到一万二 嗯 嗯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钱佳玲呢带来的四件藏品呢 都跟大家呢介绍完了 那么现在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这个精美的中式雕刻品陶瓷 同期的拍卖会的pre-show的时间 以及拍卖会的时间 嗯 我们这次拍卖会呢 是8月18号的下午 东部时间下午两点 一共我们这次有488件的拍品 嗯 那pre-view的时间呢 是周六 8月13号的11点到5点 周一到周三 8月15号 16号 17号的11点到6点 和周四 也就是拍卖当天 嗯 拍卖之前 11点到1点 嗯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的屏幕的这个 右下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我们 888拍卖行的微信的二维码 如果大家呢 对于各类的藏品 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 888拍卖行的微信平台 嗯 让大家呢 这个就是具体的去了解一些细节的内容 对 好的 我们今天活在5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谢谢 谢谢